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在电视剧《少年包青天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,包整根据月像,巧断坟妙杀分一案。 在严城建湖,上演了类似的真实案例,民警利用月箱之时,领口供破获一起强监案。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,近日,主办民警齐燕熙,入围严城市公安局,首届黄海明探后选人。 案件年轻女租客报警,称,被邻居强奸少年包青天中的案子是这样的,向国寺住持了然大师被人杀害,最大的遗凶竟是展昭的师兄袁绝。 于是包整传话袁绝,问他案发当晚子夜时分在哪里,袁绝回答在东乡房对月饮酒。 包整反驳道,半夜十月亮刚在西边落下,你在东乡房看什么月? 据此揭穿了袁绝的谎言,从而揪出了真凶。 严城的类似案件,发生在2016年十月的一个深夜。 当天,严城建湖警方接到报警,在某镇的巷子里,一年轻女子被人强奸。 报警女子是一名外地人,二十多岁,单身,独自租住在当地的一间民房里。 嫌疑男子四五十岁,当地人,与女租客是邻居。 剑湖公安局刑警大队五中队副中队长齐燕心和同事,抓获嫌疑男子曹某化信后,他一口否认强奸。 我认识他,常常在阳台上看到他,早就喜欢上他了。 曹某向民警说,他并没有强奸,当时是女子微笑点头同意的,而且过程中没有任何叫喊。 但受害女子与曹某供述的完全相反。 我一个人吓。 夜班走在路上,晚上十点多了,外面什么也看不到,而且被威胁恐吓,根本不敢叫出声。 办案为找证据,民警学习月相知时没有证人,到底是谁说了谎。 其燕卿抛开供词,从两人的供述中,寻找出入和蛛丝马迹。 男的说看到对方微笑了,而受害人却说,外面漆黑一片。 但晚十点左右,巷子里没有路灯,有没有月光? 能否看到人脸? 带着一系列疑问,其燕心找到一位地理老师,学习。 入狱。 办案过程中,收集证据非常关键,哪怕嫌疑人已经招供了。 其燕心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。 他告诉记者,作为一名侦察员,除了要每天研判辖区内的发案情况,还要注重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,突出办案中的证据收集,在平时的工作中善于思考。 请听听听听 感谢观看